接下來看也是熱鬧畫面 中秋連假第一天淡水的漁人碼頭 第一場的煙火秀登場了 今天晚間的時候 長達九分九秒的煙火 是點亮了整個淡水漁港的夜空 而同時這個高空煙火秀 也結合了水舞跟光雕秀 預計吸引了三十萬人到場觀賞 中秋連假的第一個晚上 淡水漁人碼頭 高空煙火 火樹銀花 照亮 璀璨夜空 長達九分九秒的煙火秀 吸引了成千上萬的民眾 聚集在碼頭邊 捕捉這耀眼灿烂的煙火 令人目不暇己 這場煙火秀 以國慶煙火規格的六寸主力 高空彈煙火開場 加上二分之一牡丹煙火彈 雙色系的搭配 象徵著夏秋季節交替到來 配合中秋佳節 釋放全台首見的月亮造型煙火 一邊釋放高空煙火 搭配皇家煙火族曲 信民眾緊鄰碼頭邊河面上 以第一視角欣賞美輪美煙的煙火秀 度過了聲光效果十足的 中秋廉價首頁 記者綜合報導